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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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可以聽得清楚我的聲音吧 好 要先跟大家講 不好意思 因為我這已經感冒 所以我的聲音是比較沙壓 那我就是 等一下說 我忍不住要咳嗽 我可能已經跟大家 就是先抱歉一下這樣子 今天其實我要談的是 所謂的專案管理的補助製作 那也很謝謝剛才 Richard 幫我做了一個非常好的開場介紹 那我就 自我介紹部分 其實 Richard 介紹這麼清楚 我就有省略了 那就進入到我們今天這個 主要我要介紹這一個主題 叫做共建者契約 那大家可能在場的我不知道 有聽過這個概念 或是聽過這個名詞的人 Contributor Agreement 共建者契約的可以舉個手 讓我知道一下嗎 OK 好 好 謝謝 好 有五位 那其中兩位是我的同事 這個我所知道應該是可能在 在臺灣在講自由開人軟體 是一個比較陌生的一個概念 因為大家在臺灣可能想到 這個自由開人軟體的部分 大概會提到這些授權的概念 授權概念就像像剛才 Richard 講的 一些自由開人軟體的授權條款 那這些授權條款 其實在接觸自由開人軟體的人來說 都很熟悉 可是其實除了這一個 這些授權條款之外 還有不同其他的 跟這個所謂的 軟體財產權管理相關的面向 那這些其他不同的面向 也都是會從這個授權條款 出發所延伸出來的 像我今天要講這個 共建者契約 其實就是跟這個授權條款 有關所延伸出來的議題 那到底有什麼樣的關聯呢 我可能要先跳開共建者契約 我要先來講兩個故事 第一個故事是有關Samba的 Samba 在想說是有接觸的 大概都會知道 它是有點類似像是 Windows上面網路方靈相機的一個功能 這樣子 它可以透過網路 然後你去 在網路上面去 去連結到其他人的資料講 可以去村局 然後去拿別人的資料講過來用 那這個Samba 專案呢 它是在SEO軟體基金會 FreeSoft Foundation上面 的這個更入計畫面 更入計畫所一起開發的 那這個計畫 它之前一直都會使用 GPL2.0這個條款來授權 那到2003年的時候 自由軟體基金會 那他們把GPL這個授權條款 有改版升級 有發布了正式的GPL13版 那跟著這樣子一個授權條款 新的發布呢 Samba 的團隊他們也想說 要更改授權條款 那因此呢 他同樣在2017年不久 他們也發布了這樣一個聲明 說他們現在Samba 的團隊呢 從3.2版之後呢 就會要改成是GPL3.0來授權 那因此呢 這個公告上面其實在寫很簡單 大意就是說 若是大家拿到Samba 那怎麼知道你是用GPL2版還是3版授權 很簡單 你想要看 只要是3.0 3.2之後的版本呢 他就是用GPL第三版來授權 再3.1之前的版本 就是GPL2版授權 那他就會解釋這樣一件事情 對他們來說 這個授權的轉換就完成了 然後他們內部也OK 這是第一個簡單的故事 那另外一個故事呢 是有關BLC 這個影韻川流的軟體 這個其實應該大家也都知道 相當的火候的一個軟體 那他主要是 在以法國的開發者為主 來開發出來的一個自由開運軟體 他的授權條款呢 他主要是用GPL2版 還有幾期後版本來授權的 那同樣的 他們其實也發生了 就是想要他們的團隊 想要把順調換做不一樣的轉換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在網站上面 他說在哪個大會之後呢 那很多的這個BLC的開發者呢 都同意說 BLC這個轉換的其中的一些部分 尤其是在他的核心引擎 安全的部分呢 應該要改成是LGPL授權的 就是從GPL換到LGPL 這是完全不同的授權條款 那接下來之後呢 我對這個其實真的還蠻有興趣的 後來我就在網 就去查一些資料 就會發覺裡面還真的有些故事喔 接著就看到這一位 他的名字我還問一下 原來是法文 我想我在他 他的名字應該是Ninjong J-E-N 那他是BLC主要的開發者 也是主要的Maintainer跟管理者 那他為了這一次這個授權條款的 這一個重新授權的轉換呢 所以他就開始做一些工作 他做了什麼工作呢 首先呢他去把所有BLC過去的這些開發紀錄 Commit記錄找出來 然後去把裡面這些Commit貢獻者 Commit source code這些人 全部都抓出來 列成一個很大的 比方上面有幾百名的開發者 還有他的聯絡Email 然後他一個一個去聯絡 一個去聯絡 然後去取得他們的同意 然後去詢問他說 我們BLC這一個部分的 source code 我想改成LGPL授權 當初你有貢獻的這麼一個部分過完 那我們希望說 你也能夠同意幫你 當初的貢獻的部分的改成是LGPL授權 那他其實也寫了一個小程式 然後自動發送這個Email 在他發送出去Email裡面呢 當有百分之五十 很快他就收到回覆了OK 或是有些問題要再問 然後很快釐清好同意授權 可是有剩下的百分之五十呢 他的Email其實就是 幫助你回來了 然後可能是Email不在了 或者走哪找不到這個人 接下來他就開始 氣述他的心酸血淚史 他在他的GLOG上面用了 Part 1、Part 2、Part 3 寫了上面GLOG 來說明說他當初 是怎麼樣去跟這些開發者去聯絡 怎麼樣找出 最後是取得他的同意 那其實花了他非常多的時間 那這一個在簡報這邊右面 右邊列的其實就是說 他怎麼樣去悄悄的結束那些 已經他透過Email 聯絡不到開發者 譬如說你上網去搜尋 因為大部分開發者都會有VLOG 搜尋不到的話 他甚至要去翻他們 當地的電話簿 然後去找 因為其實在歐洲 在國外其實有些人 是會登記電話簿 把自己的名字 電話號碼登記在上面 甚至有些人 他就要在某個很奇怪的網 網站上去登記 一個個人的網頁 然後去跟這個作者取得聯絡 甚至還有一些是 就是找到他的辦公室 然後去跟他老闆聯絡說 我要找到這個人 他到底還在不在那邊工作 他這麼樣的辛苦 而且是一再一再的協定 打電話簾都終於 他取得了幾乎大部分的 這些committer 貢獻者的同意 好這個VLC的引擎 可以轉成LGPL授權 其實這個過程是非常的辛苦 可是看到這邊 就會看到這兩個不同的故事 同樣都是一個自由開玩軟體的專案 要把授權轉換 換另外一個授權 可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不同呢 三把他發一個公告就好了 可是VLC要做這麼多的事情 其實非常非常困難的 最主要這邊其實背後牽涉到一個 他著作權法上面 就是說當一個著作權人 在著作完成的時候 他就想著作權 這個在我們台灣 成為所謂的創作完成主義 也就是像VLC的那些開發者貢獻者 一旦他把他的這些code 或是說一些貢獻的部分 committed到這個專案裡面之後 他完成了然後committed上去 那個部分其實就是 他就是著作權 他想一個著作權 當別人要去用這個部分 要跟來授權的話 就不需要經過他的同意 這也是VLC的專案 為什麼要這麼辛苦 取得每一個這些貢獻者 同意的原因 可是SANBA卻不用 SANBA卻不用 其實的話 最主要就是回到我們今天的題目 這個貢獻者期約 因為其實SANBA的專案 他會要求說每一個 你要committed到我們專案裡面 來這些開發者 那請你清一份契約 可能是你同意授權 或者是把你的權力來讓領給我們 讓我們接下來要做授權 要轉換的時候 可以更方便 那不過我這邊的檢報上面寫是 主要的目的叫做重新授權 那其實像這些貢獻者 其實他還有很多其他附帶的目的 我後面再會一些例子會提到 不過大概最他一個非常主要的功能 就是他在專案重新授權的時候 是比較方便的 那貢獻者區裡面有一些 什麼樣的內容呢 第一個當然就是說 committer 開發者 你要貢獻到專案裡面這些程式 還有其他的相關資訊 譬如說你貢獻可能是圖檔 或者說你寫的是一些 code 裡面的備註的說明 或是一些說明文件 那這些原則上都會在區裡面說 你要請你授權出來 或是讓你出來 第二個呢 這個供應者的契約 他有可能是請求你授權 也有可能是請求你直接讓餘 把這些著作的權力 全部都讓餘給專案的管理者 所以他有可能是授權 也有可能是讓餘 這兩個其實效果就會有的 他也一樣 我們後面會提到 授權的話簡單來說就是權力 著作權力其實還是在 這些開發者自己的身上 他未來就是要使用的話 可以自由的利用 那也還可以再次的 再去授權給別人 可是若是一旦是 簽的是一個讓你的契約的話 那未來的這一些程式碼 或是一些圖片 或是這些文件 就他的所有權人 就已經是在專案的管理者這一邊 那若是說未來這個 這個當作的 他自己要使用的話 他也必須要依照管理者這邊 釋出的授權規則 來使用才可以 他不能夠任意的來用自己 已經讓餘給 專案管理者的這一些程式 還有這些相關的部分 所以授權跟讓餘的差異 其實還蠻大的 那第三個呢 在這些契約裡面的話 他通常都會要求 若是說你自己這些 可能是有沒有專利技術的話 自己本身是專利權的人的話 專利技術 他也會要求出很多授權出來 第四個 這很重要 這些不管是授權 或是當然讓餘的話 當然就是一次性 也是永久 不是想說簽署 授權的這個契約的話 他是永久性的 也就是說你之後不能反悔 而且你之後 一旦簽了之後的話 他裡面的意思就是 你所有未來的 commit的這些所有內容 全部都是直接授權給專案管理者 那第五個 在這些條款的最後面 通常都會有這樣的一種聲明 他比較不是具有法律的效力 沒有 可是他會要求請你提醒你在此確認說 你扛逆這些東西 你要確定是你自己原創的 你自己真的是原案的著作權 因為創作的時候 本來你就會成的著作權 若是不是原創的話 那你可能要提出一些證明說 你自己是有權的貢獻者或是有權的授權者 那第六個 假如說 commitor 或是開發者 他是受顧於在公司當僱員的話 那通常 受顧於一間公司的話 公司跟僱員間都會簽了所謂的保密協議 或是說你的工作上面 這些所產出相關的這些程式 或是著作 全部都是公司所有的 那因此在那種 因為這是一個業界的常態 所以假如說是公司僱員的話 那他們會要求 commitor 你要附上一個證明 說確定你的公司 可以讓你這樣子來貢獻 到我們的專案裡面來 以避免之後 未來發生法律的一些問題 然後另外還有一些其他的 這個commentor 條款裡面 也會再說 會告訴你說 你把這個東西授權或讓給我們 我們專案這邊 絕對會 未來將會採取什麼樣的方式 再把這些著作權程式 再授權出去 那有些可能是符合私大自由 有一些是可能是遵守OSI 他所認定的這些數據條款等等等等 然後一些其他的資訊 也會列在這個上面 那這些條款通常 我們在網路上面看的話 你會發現他可能會有一些不太同的 就是他的名字會不太一樣 不過大部分 都是在我這個頁面上列的是 大概是這一些 他是以Contributor Agreement為中心 然後發散 有可能是變成是 Individual Contributor License Agreement 就是個人的貢獻者契約 個人的貢獻者授權協議 授權契約 或是Coverate Contributor License Agreement 公司貢獻者授權契約 那在這邊的話其實就是公司 也可以以公司為一單位 他整個公司簽了之後 那只要他們公司裡面員工 Commit 貢獻到的專案裡面 就是直接授權給專案 那另外還有所謂的 Enterty Contributor 那這個Enterty 其實也就是法人的意思 公司組織的意思 那最後這一個呢 我寫的Assignment 其實他是讓你 他其實就是讓你契約 那讓你契約的話 其實讓你的這個工業契約 大概最有名的應該是 自由軟影基金會 那也就是我前面提到Samba 那個專案 他們在背後 再負責處理這些法律 跟授權事務 擁有這些製作權的 這個一個單位 是自由軟影基金會 那他們要求的就是 希望就是說 Commit 都能夠把 都能夠把這些程式碼 還有這些授權 都讓你出來 所以你當他的頁面上面 其實你就會看到這個 Assignment 的一些內容 我黃色下面底線 就是一些 Keyword 下面看到 Transfer 就是你要把這些扣的這些東西 然後Transfer 給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然後要讓你 然後轉換給自由軟影基金會 然後裡面包括什麼 Entire Right Title Interest Including All Rights Under Copyright In a Changes and Enhancement 大概就是說 只要是貢獻到專案裡面的 所有的這些內容 那在這些是除了這些 沒有的製作權 全部都是讓你給自由軟影基金會 那自由軟影基金會 它在這樣子一個讓你的 這個公平者讓你契約之下 那他可以擁有這個製作權 用這個製作權之後呢 他對方來說的話 其實我前面有講過 他如果是說有要在 像SENVA 這樣子 他要新的版本推出的時候 他就可以很容易就說 我新版本推出了 新來的授權條款 那換成另外一個 換成另外一個 新的授權條款 那請大家注意 所以他就可以直接 這個重選授權 另外一個 講說他真的是在 發生侵權的時候 講像是SENVA這個軟體 被人家侵權利用的時候 那自由軟影基金會 他就可以用 出作權人的這個身份 直接來採取一些法律的究竟 既送警告信啊 或是說是溝通 跟可能是侵權 來溝通 然後看怎麼解決問題 或者是說 甚至有人可以的話 可以積極訴訟 那另外呢 其實自由軟影基金會 他既然要求說 他要取得 這些所有的讓 這些所有的城市 或這些貢獻部分的所有權 那因此他也承諾 他說 我們會依照 思想自由的精神 來授權這些資訊 來授權這些資訊 在他的授權裡面 他當然沒有寫這樣的文字 可是其實他會把 裡面應該做什麼事情 他都會寫出來 譬如說 他說 未來他在散佈這些 SERVA 或是你貢獻的 Committed 貢獻這些內容的話 他一定會再提供 Source Code 出去這樣子 那 OK 相對的 對於這個 Committed 貢獻者來說 他既然釋放 他的權力全都讓你出去 身為讓女人呢 自由軟影基金會說 你之後還想要使用你讓女的部分的話 你有些特殊的要求或使用的話 當然你可以來書面 跟我們來請求這樣子 原則上他都 自由軟影基金會他都會同意 原則上他都會同意 那 OK好 最後一個是 所以我也需要付商部主的同意書 之前這個講過了 好 這個是自由軟影基金會的這個 讓女的這個契約 第二個例子 我這邊舉的是 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 這個也是應該大家很熟悉 知道的一個基金會 那這個基金會其實 他下面其實現在也 host 了非常非常多的軟體專案 那他自己本身直接 host 的這些專案 他就會要求說 你也要簽這些 供應者契約 這樣他們才方便這個 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 來比較方便來管理 不過呢 他不是要求讓人 他是要求授權 所以呢 他這邊就會有提供 在網上就會提供一個是 individual 你個人的這個 貢獻者的授權書 那另外一個呢 就會講你是公司的話 你可以就是 請寫這個公司的 整體的授權書 然後來把這些 他們旗下雇員的 這些貢獻的內容 都授權給 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 來利用 但是這個授權書裡面呢 有幾點比較重要的要點 第一個就是 他是要求說這樣子的 你授權給 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 這個授權是不可以撤回的 也不可不可以 而且呢 授權之後呢 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 他可以再去 所謂的轉授權跟再授權 這個名詞 大家有一點熟喔 那這兩個東西其實 搭起來 他會有一個效果就是 之後 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 他幾乎可以用 任何一個他想要的 一個授權的方式 再來利用這些貢獻 授權出去的城市 那我解釋一下 什麼是所謂的 轉授權跟再授權 我的城市 不好意思 我的同事林城下 他有寫過一篇文章 是在講關 轉授權跟再授權 裡面呢 他在文章裡面 他寫了兩點 轉授權跟再授權 Sub License 有個很大的特色 意思就是說 一個權力 若是 一個權力 若是說可以 再讓人家 轉授權意思的話 就是說 這個被授權人 假如說今天Richard 他把一個權力 授權給我 那我是被授權人 然後他也可以授權 我再去做Sub License 我拿到這樣一個 權力之後呢 我可以再把這樣一個軟體 然後來當作說 這個軟體是我葛東梅的 然後我再用 可能用BSD 我再授權出去 那對外呢 其他然後呢 我再授權出去 對外其他人 就會看到就是說 這個軟體是我葛東梅的 他可能看不到背後 其實原始的作者是林佳宏 所以呢 這邊 我用紅線標的地方就會寫說 甘權力的這個被授權人 也就是葛東梅 我可以再次以授權人的立場 就是像林佳宏的立場一樣 然後用我自己的名義 用我葛東梅的名義 再授權出去給別人 不過當然 既然我的這個 我要授權給別人 這個權力是由林佳宏來的 所以我能夠授權給別人的範圍呢 其實也是必須要依照佳宏 RICHARD 他的意思才可以 講到佳宏當夫就說 不行 我只能夠用 我會來用 GPL 授權 那我也只能用 GPL 授權 那只能夠選二版或是三版 類似是這個樣子的意思 所以像 APACHE SOPHY FOUNDATION 它裡面的 它要求說你的 Commuter 工具的部分 可以授權的時候 你必須要是 可以要授權它再轉授權 而且不可撤回 所以這個就讓 APACHE SOPHY FOUNDATION 有一個非常大的空間 再來去利用這個程式 它未來再去授權的時候 它有很大的一個範圍 可以來選擇它的授權的內容 好 那第二點 在 APACHE SOPHY FOUNDATION 工具的契約裡面 它會要求說 你也是任何貢獻到 所有貢獻到這個專案裡面的 著作的著作產權 幾乎都是要授權出來 所以等於說 這個授權範圍是非常的廣大 第三個一樣 也是有專利的授權 這個前面已經提過 所以這邊就審定 第四個部分 前面提過 就是一樣 這個貢獻者 他 Commuter 遇下聲明說 這是我自己所原創的 講說不是原創的話 那當然就是要 必須附上一些授權的細節 就說你是 從誰那邊再取得授權權利來的 資訊要很清楚 一旦之後發生問題的話 發授之後會發現 可以再去根據這些授權的細節資訊 再去跟其他人再去商談 對 那後面呢 其實是一些例子 我有點不看 我時間也 差不多二十六分 OK 後面是一些例子 那就是說 有在採取這些奉獻者契約 一些自由開展規 當然 像QD QD QD QD背後是一個公司 所以是授權給這個 這個公司 那QD的話 它有一個Foundation的基金會 所以這個工業的契約 其實就是授權出去 就是授權或是讓你給這個 QD Foundation 另外 像今天應該有很多人的這個筆電 那是有吳邦普的 吳邦普的 吳邦普背後呢 其實是有些地方上面 有一個Panonica的這個 頁面秀的 那它也會要求 Community 貢獻者呢 要簽署這樣的一個 貢獻者契約 好 然後Django Django 這個網頁的Framework 它也是 它有個基金會 那因此呢 它也會要求 貢獻者簽署契約 然後授權其他基金會 然後另外像 NodeJS Oracle 這些後面都是 也有一些公司在背後 因為要求簽署 另外像 Jcurie 有個Foundation Jbox 這些都是 另外一個 最後一個 我覺得有趣的是 這個 這個其實是 不好意思 這件是Jula Jula 他其實也會 有會要求說 Community 要簽這樣的一個授權的企業 不會很有趣的 他的授權企業 除了所謂的給 Individual個人 還有給公司 Calfrican之外 他還有一個給 一個是給 這個Minors 也就是說給 未成年人 反正他們的貢獻者 有一些可能是 還沒有成年的青少年 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他們就要求說 你簽 你要貢獻這些扣的話 因為依照法律 法律 法律保護 這些未成年人 擔心他們的行為 可能會損及自己的權益 因此他們就會要求說 你要貢獻扣的話 請你的爸爸媽媽媽 或是你的法定探人 那簽一個統一書 表示說允許你這樣子的行為 那才可以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 蠻有趣的一個例子 好 那實有這些法條 我覺得今天又沒有時間講 就先省略過去 所以我們今天可以看到 前面是有這些例子 這個貢獻者 其實他們背後 都會有一個基金會 像 Free Sofa Foundation Avage Sofa Foundation 或是會有公司 像 Oracle 或是像 Red Tech 或是像 Canonical 這些法人在背後 然後來運作這整個的機構 所以原則上 這樣一個貢獻者 其實目前我們看到 都會有一個法人機構 在背後來支持 來運作來主持的 那回過頭來 其實在座各位很多是 Developer 那大家可能就會說 那這個議題 跟我有什麼關聯 那可能我自己 也不是一個 Project Maintenance 那會問的人就是說 我碰到的話 身為一個開發者 我要不要去簽署他 我有必要嗎 這個問題其實 會問這個問題的話 我會再丟回去 可能若是有這個問題的 Developer 大家就是自己問自己兩個 就說 我是不是真的很想要 讓公建到這個專案 有些人覺得很棒 那其實有話不說 那就簽了 好 那第二個就是說 是不是 有些人比較會擔心說 那可能也許 我身上有些專利技術 那通常這些奉獻人 企約他都會要求 把專利技術也供建出去 那這個時候 也許你可能會想一下說 我會不會願意 把這個專利技術也供建出去 那其實很多 Developer人覺得 OK 好 那就供建出去 那這個時候當然 這兩個答案都是Yes的話 那就 答案就很簡單 好 那最後我們再回到 好 前面講的 小波士 的第二個那個故事 VLC Samba 已經很清楚很簡單 他們就可以來 重新再來授權 VLC是經過這樣的一個 因為他們之前 其實是沒有供電的契約的 所以VLC的這個 Maintainer差別 需要花這麼多的時間 那經過了這一次 自從GPL換到LGPL 這一個過程之後 那VLC他們現在 他們供建者契約是怎麼樣子 他們運作如何呢 其實答案是 他們現在還是沒有要求 他們的Developer 沒有要求他們的Communer 要簽任何的貢獻者契約 大家就會問說 那為什麼 我今天要講的是說 供電者契約 其實它是一個便利 專門管理的一種選項 它可以方便管理 尤其是當講說 這個專案發展到一定規模 有很多人需要用 結果你發現之前的授權 跟我們現在面對的 不一樣 就像VLC一樣 碰到的狀況不一樣的時候 他們可能就會比較方便 來去做授權轉換 可是這只是一種方式 有一些專案 他們其實很堅持 說還是不要採用 授權這個貢獻的契約 所以他不是唯一的 那不過他基本上來說 對於開發者 對專案管理的 是一個簡單清楚的 貢獻方式 不過開發者 要不要簽署 其實也是在自己 即使是專案 可能他如果要求 開發者要簽署的話 其實身為開發者的你 若是有些不同其他想法 你還是可以去跟那專人 每天的去溝通 可以也去溝通出 另外一個不同的授權的方式 這都是有可能 這也是我必須要強調 這不是都不是唯一的一個 好 那今天其實我的時間有些 應該也就到了 所以我不知道主持人 我還有時間可以去溝通 看到一個問題 只有一個問題 有沒有人要再問問題 OK 大家沒有問題 請問 剛剛講就是 剛剛就是 剛剛就是 讓你就是 就是 授權和讓你都適合 後面一個法 那有沒有就是 是個人 就是讓你給個人的例子 那就是 有什麼不同的考量 讓你個人啊 我到現在 我沒有明確的例子 不過這是一個很好的點 我可能會去搜尋一下這樣子 嘿 因為通常會願意要 要一個專案的 製作者 都授權出來 要這麼多製作者 都授權出來的話 通常要有一個 公信的一個人在那邊 或是公信的組織在那邊 所以通常它不會是一個組織 那要個人的話 到結果 我是還沒有看到的 OK 好 那基於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再次給葛東美獎 是一個熱烈的掌聲 謝謝 謝謝